古人教学生 真正有天才 有智慧 这个学生老师看中了 老师教他 教他什么 教他帮助他开悟 所以教他念书 用读诵的方法修定 不要解他的意思 儒家的奠基 佛家的经典 都没有意思 就是教你读诵 读诵的目的在哪里呢 把你的妄想念掉 把你的分别执着念掉 目的在实地 所以经典也没有意思 有意思不就有 又执着了 又分别了 又妄想了 那就开不了物了 所以读书的目的 他不是 求知识 他求智慧 智慧从定中来的 定就生会 用读书的方法 修定 让你每一天 读这个书 读得很熟 没有念错 没有念漏掉 用这个方法 时间久了 老师不讲 一定要等你 自见 其意自见 豁然可悟了 定久了 可悟了 悟了之后 你把你 误入的境界 向老师报告 老师给你印证 点头 没错 你真看 这个法子 释迦牟尼佛用 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 儒家接受了 道家也接受了 随中国传统文化 无不将求 要遵循 要遵循 这个理念 就是业门神书 常识学书 还写在三字经上 交之道 归与专 法文平等 无有高下 你喜欢学哪一样的 都可以 但是 要专一 不能杂乱 还嫌老和尚唱书 天下无难死 只怕心不转 还特别强调 真没难死 他老人家过来人 他就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转了 转一眼 他又没开悟 他开悟了 你看他平常 给人谈话 你细心 去体会 那是开悟的人 那不是普通人 那进途中的开悟 大彻大悟 名信信信 叫理义心不乱 他老人家说得很好 念佛 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了 那都不算念佛 你看 他把念佛的标准 定在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有四一心 有理一心 四一心呢 清净一心 会复了 我们这个经体上 清净平等 清净心 先前 就是阿罗汉 平等心 先前 就是菩萨 这 先前 就是大知道 明心 见心 经体上 这五个字 是你 正得佛法 等于说 现在 拉到学位 第一个学位 是清净心 清净心 先前 生 小智慧 平等心 先前 生 大智慧 平等心 是菩萨 佛陆 这种事 藉由如来 智慧 的相 更佛 平等 一切 这种事 这是什么 你的真心 你有真心吗 忘心 不是真心 忘心是 你一了真心 就叫做忘心 真心 忘心 是一体 一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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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 在 在 我们叫它 做真 在 迷 我们叫它 做忘 如是 而已 佛陀 教的 教人 教种事 指示 教他 破忘 先真 破迷 看悟 如是 而已 物了 跟一切 诸佛 如来 没有念样 智慧 一样 德能 一样 向好 也是一样 没有 丝毫 差别 没开悟 之前 有差别 开悟 之后 没有差别 了 你回归 到自信 自信 是平等 那么这六种神通 我们今天读的就是第一个 天眼 六种神通 佛说是我们的本能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 六道凡夫 为什么射掉了 那就是 迷了自信 迷了自信 要修行 可以修得 修得 能得到 天然 可以得到 但是 不圆满 成佛 才真正达到 圆满 啊 你的信的 圆满 心情 真的是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佛法给我们 讲 真 平等 啊 不是佛在这里 诱惑我们 本来就是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陀 陀 佛 佛 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